大家好,我是邪迪 现在是8点多钟 我已经退房了 没什么车 我还是叫个车 把我送到机场 到机场9点多钟 因为我11点多的飞机 今天要飞阿塞拜江 先叫个车 就这个叫做Bot的这个软件 就可以叫车 车来了 坐前头慢着 嗨 早上 Aerport 我一般去机场都是很早 就是11点多的飞机 我8点多9点钟我就到机场 这样子赶快拌完手续安安心心的 这是蒂比利斯的清晨 太阳都没有出来 蒂比利斯到机场非常的近 十几公里 Aerport 这是河边了 算是主要的区域了 这个是市政厅 昨天我来过这边 现在应该是上这个机场的快速路 看一下这个食人厅 很现代艺术感 现在走的是机场快速路 太阳也出来了 这个太阳一出来真是了不得 蒂比利斯国际机场到了 那天晚上黑布隆东都过来的 都没有看清楚 今天看一下 放两楼 也不是很大 毕竟这个城市就不是很大 国家也不大 建设的还行 哎呀 到了 东西都拿齐了吧 拜拜 谢谢 手机 两个手机 钱包 三个刀 好了 弄了一个推推车 行机场 哦 里边行 挺不错的 看一下我的 活动活动 活动活动 筋骨 太早了啊 现在这些柜台 还没有工作人员过来办 check in呢 我的话 它 即使是环球旅行 走了这么久 这么多国家了 我依然保持着就是 到一个陌生的国家 如果说我是第一次去机场 不知道情况的情况下 我都是提早很早的到 因为有的国家呢 并不是说像我们国家建设那么好 就是没有 说不定没有这个机场快速 或者是说不定很堵车 有的时候你一下子就卡在那了 卡在那以后呢 眼看飞机要起飞了 是吧 你才到机场或者是飞机都飞走了 你还没到机场 那种感觉真的是肯定不好受的 所以说我一直是保持着尽量的早到 因为早到以后现在都多舒服 是不是可以在这儿逛一逛啊 想吃东西也可以喝东西也可以 这一点的话大家应该应该能看得出来 也可以学习一下 好了 已经是办好了登机牌 非常快 现在准备出镜 准备排队过海关盖离境章 我呢已经是盖了离境章 就这个章子 看到了吗 入境和离境都在一块 很简单 就是过个安检 然后再过海关 海关问你 要求出示一下 米格鲁吉亚入境时候的电子签证 给他看一下照片就行了 然后再问你有阿塞埃江的签证吗 你说有 给他看一下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嗯 这是个商场 谁可没有兴趣逛商场 先去登机口 这个机场不是很大 登机口一共就这么几个 我是101 101 等就好了 这就是101 飞机还没来呢 看一下风景 这是个干啥的 哇 这个 我在这我都能看到高架锁山脉的雪山啊 这个位置地势高 地比利斯地势比这低好多 哦 真的 这老远那个雪山我都能看得到 没办法呀 国家太小啊 我真的是一眼望穿 阿塞埃江航空 我的座位是36L 应该是靠窗户的 一个人发了一个新的口罩 哎呀 那是后边 飞机真的是坐的好慢啊 起飞喽 等以后有机会我想着夏天到哥鲁加来旅行 冬天太冷了 哥鲁加还是很不错的 接着下一个国家 阿塞埃江 飞机上看高架锁山脉 哇 好远就能看到 真的就一堵墙一样的横在那 下边就是地比利斯 看这儿 这是地比利斯海 现在飞机正在离海上空飞行 前边就是阿塞埃江的首都巴库 我是从黑海那边 又到了离海这边了 离海也是一个内陆海 马上要降落了 八库这个机场到八库市中心 还有点距离 我过会儿还得想个办法 要坐个公交吧 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好 好了 安全降落 我要开始我的八库之旅 阿塞埃江之旅 这是八库的航站楼 这个小的应该是老的航站楼 我们这一次是挺靠的新的 这个航站楼还不错 门到的 已经下飞机了 东西都带齐了 这个拖鞋已经拖运了 这一次 实在是拎不动了 现在准备过去 让入境 这就是我前面申请的 阿塞埃江的电子签证 现在在这里排队 我呢已经是成功的入境了阿塞埃江 很简单 只需要出示你的电子签证 还有疫苗接种证明 还有就是核酸检测报告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问什么问题 乱七八糟的事也没有 反正就盖个章子立马过 这样子还是比较舒服的 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像 就是非洲那些国家一样的 动不动 问你好多问题 或者是把你抓到小黑屋里去 或者是死逼着你 就必须要买一个什么 反乘机票 什么离境机票什么的 才能入境 反正非洲的幺蛾子非常多的 离开了非洲 幺蛾子都不多 几乎是没什么幺蛾子 只要你正常的旅游 把这盗来啦 这拖鞋还没丢 就在这吧 先把我的装备组装起来 东西多了 要把我的无人机再放进去 说起这个阿塞外疆 很有意思 这个国家呢 上边跟这个俄罗斯接壤 下边呢又跟伊朗接壤 他就一直受这两个国家的影响 阿塞外疆以前也是苏联 1917年 俄国红色革命的时候 他们呢也是成立了苏维埃 22年的时候 也是加入了苏联 直到最后苏联解体 他们才独立出来的 而这个阿塞拜疆呢 91%以上 都是阿塞拜疆族人 说这个阿塞拜疆族人很有意思 因为在伊朗也有很多阿塞拜疆族 最有意思的就是伊朗的最高革命领袖 哈梅内伊就是精神领袖 哈梅内伊他就是阿塞拜疆族 而其实阿塞拜疆跟这个土工曼 我去过土工曼 他们都跟 都是一个路子 就是被 苏联 从这个伊朗 挖出去的 最后阿塞拜疆肯定是不会选择 在苏联解体以后回归伊朗的 他自己独立 因为阿塞拜疆是有大量的石油天然气 这里非常富裕 属于高加索这三个国家最富裕的 阿塞拜疆的意思就叫 火 火焰 他们这个阿塞 应该是阿塞 阿塞 就是火焰的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富含的天然气 很多天然气就从地下冒出来 然后自己燃烧 所以说 他们就觉得他们这个国家 又有火的意志 火火火火火 最有意思的就是 阿塞拜疆是 伊朗的拜火教的发源地 这里是 说起拜火教 那还能扯到我们国家呢 就是那个波斯教 鸣教 拜火教 好 搞好 波尔出去再换上点钱 坐公交车 到市区 白手旅行啊 一个人哪 搞定 好了 我现在已经是 出来了 先干一件事 换钱 因为没钱是不可以的 等一下拖拖拖 我刚才在飞机上已经准备好了 20美元 找一个像样的 机场的汇率都差不多 1.65元 管它多少呢 反正就20块钱 请吃摊贴 吃不了亏 上不了当 3k 3k 谁呀妈呀 一共就给了 33块钱 哈哈 这就是 把塞拜疆的钱 我先看一下 看看 这个地图很有意思 看这个位置看到没有 这是块儿飞地 纳西七万 好了这个视频到这结束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到环球旅行纪录片 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刚才问了一下那边办SIM卡的 他告诉我 要48马纳特 10个G 我一算不划算 因为要180块钱人民币 不考虑 机场有可能太贵了 我想过会儿出去找个公交车 先坐车到市区吧 市区的话大概有24公里 我呢也预定好了轻旅 就这样子了 咱下个视频见 拜拜